今天浩材文具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Kewbasky的美少女戰士的月野兔 就我們講的月光仙子 然後是所謂的婚紗版 然後就直接開箱給大家看 然後在這種颱風天開箱 其實還不錯 好像剛剛看颱風 好像暴風圈好像往上偏移了 所以相較之下 颱風算是比較遠離了 這邊還不錯 所以這樣本人就守著颱風天的空閒時間 來拍開箱給大家看 颱風我後來才知道 台灣的颱風天 它有些提款機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在開放式的空間 打開裡面這樣子 基本上一樣就是分成頭部跟身體 三個零件 台灣的有些郵局的提款機 因為他們的空間 像本人自己家裡這附近 就是在開放性的空間 所以他們提款機會在颱風間的時候 因為本人之前沒有在今天剛好需要匯款 會有一個鐵板整個擋起來 然後就是跟你講說它提款機就是不開放了 算是跟你講說不使用的概念 就是不開放的概念 分成這樣子 本身底座是這樣子 而且可以明顯看到底座是黃色透明的零件 然後攪著這裡 應該攪著直接扣上去 其實我覺得有沒有底座已經無所謂了 它整個底座剛好就跟它的 裙擺就是算合在一起 扣上去是這樣子 然後頭是這樣 不知道月光先 不知道美少女戰士系列會不會全部出完 如果全部出完 其實Q80系列的話 如果全部出完 所有的美少女戰士其實蠻驚人的 組裝好是這樣子 最大的特色應該是這兩 這兩串 香蕉串嗎 非常的大 基本上跟身體一樣高 算起來非常的有份量 然後衣服前面這樣子 然後頭頂的最有 最明顯的那個 月亮 這算是胎記還是印記 我不太懂 因為 我只記得它變身的節奏 然後 為什麼它額頭有這個胎記 我真的有點忘了 因為其實也沒什麼在看那個 月光先子系列的卡通 側面是這樣 我記得小時候 好像電視上也有做 我還記得 那時候是 那時候我還記得它這個 月光先子美少女戰士 跟所謂的夢幻遊戲 本人是看了這兩個 卡通 才去學習所謂的 星星啊 就是 星空的原理 就是我們講的九大行星啊 雖然冥王星後來被除名了 但是像那個 28星秀則是看那個 夢幻遊戲出來 算是蠻有趣的 一個 小嘗試啊 有興趣朋友考慮啊 有點離體啊 正面看這樣子 側面是這樣子 後面的蝴蝶結是這樣子 然後其實算是肉背的 算是 婚紗服啊 還蠻好看的 轉一圈 然後耳環的部分 耳環的部分 其實注意看耳環蠻有趣的 耳環的話 其實上面還有兩個月亮 那種半弦月的樣子啊 其實還蠻好看的 然後眼睛基本上是 上右 看它的右邊啊 蠻有趣的 最大特色應該就是這兩個 香蕉串的部分 好大 然後把底部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還有沒有底部 都無所謂啊 沒有底部也是站得起來 只是沒有很穩定而已 因為它底部的部分 其實注意看它的 腳有做插銷啊 所以它底部的插銷是這樣 然後從這邊可以看到 裡面的內褲啊 內褲算是白色的 蠻有趣的 側面看這樣子 轉一圈 正面的塗裝 然後上面是這樣子 這是 Cubusky的 美少女戰士的 月光仙子 月野兔 的 婚紗版 有興趣的朋友考慮啊 這組售價也不貴啊 大概400塊有找 有興趣朋友考慮啊 今天影片就介紹